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和包括海陆空在内的传统战争类型相当 这一通捧杀下来 虎哥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要钱的味道 只不过美军这回用自己拿手的电子战说声 还真是惊到了虎哥 不同于常见的陆战 海战 空战 通常对于电子战的描述 只会有一句复杂电磁环境 今天虎哥就来和大家聊聊 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战究竟是何方神圣 电子战在学术上的定义 是交战双方围绕电子频谱控制群 展开的一系列攻防行动 不过要是对着术语讲教条 那虎哥得猴年马月才买得起裤子 简单来说 电子战就是保证自己 可以顺利地使用电子波作战 而不让敌人使用 毕竟雷达波支撑起的制导武器 让电子波充实着战场的每一个角度 电子战早已从幕后的无心电通信对抗 走向战场机械 越南战争初期 越南大规模使用的S-75防空导弹 每10枚就能击落一架美军飞机 电子波的控制阴导 让涨了眼的地空导弹成为飞机的可行 1965年10月 美军启动也又属防空压制作战项目 针对三文二导弹制导频段 加装雷达告进系统的F-100F成为首批猎杀地空导弹的野右鼠 不过只利用雷达波预警 显然无法满足山姆大叔的野心 AGM-45防尸鸟反辐射导弹问世后 开创了对辐射源的硬杀伤手段 后续的野右鼠们成为真正的地道杀伤 电子频谱的特殊性 决定了电子战要么打掉辐射源 要么对电子传播进行软杀伤 美军为此建立了强大的电子战体系 以C-130通信干扰机进行远程压制 以6B电子干扰机负责进程干扰 F-4G等野右鼠战机 携带反辐射导弹直接摧毁辐射源 这样的豪华阵容 在海湾战争中一举摧毁伊拉克防空体系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出动总架次超过10万次 损失飞机不到50架 损失率仅为0.04% 在科索沃战争中更是要350枚导弹 才能击落一架飞机 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拳 有着自己独特的作战规则 阻断敌方电子波的传递 就意味着胜利 而更大的不同在于 电子频谱是一种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 这就决定了电子战更多的是技术水平的较量 毕竟频段就在那儿短着 能用哪些 怎么用 就那么几种方法 传统交战领域 还能拿战术弥补技术的不足 电子领域的较量 可真心没那么多弯弯绕 拿反辐射导弹来说 早期导引头的灵敏度不高 只能应对特定频段 且一旦雷达关机 就会丢失目标 看美圆域战场上 经常可以看到我军雷达关机 或转动天性后 抓下的百蛇鸟 只能触地自爆 而AGM-88卫视后 才用杰林贯导 和被动雷达导引头 复合制导的新一代反辐射导弹 可根据记忆的目标位置 控制导弹继续飞向目标 更别说 还能在头顶盘旋的 哈比反辐射无人机了 上个世纪 用竹竿筒向U-2高空侦察机的战力 也是充满着 惊心动魄的电子对抗 严遭打击的U-2 在加装某型设备后 在西安上空连续7次摆脱导弹制导 最终被解放军用一招破解 在迷彩虎微信回复电子战 查看当年惊心动魄的经历 电子战能力 无疑取决于装备水平的高低 进入90年代后 中国空军加强了 新型电子战系统的研究 先后研制引进多型机载电子战系统 图154和高新工程飞机上的KZ800型大型机载电子侦察系统 使解放军具变了堪比EP3RC-135的侦察能力 运挖电子干扰飞机和KG300G干扰吊舱的组合 让中国版呼叫楼盘发挥远程干扰战力 挂载英机91反辐射导弹的飞报 成为中国空军自己的野右手 威慑周边不安分的邻居 这些让我们有了与潜在对手正面较量的底气 1994年几架EA6B带来的电子压力 在去年美军四架碎星的EA18进来南海时 并没有上显 而潜出日本海的六架轰6就能经代空自出动数十架战机紧急应对 积攒的科技内力诚然值得自豪 但在电子战领域从来没有够用的做法 2007年以色列18架F-16I非隐身战斗机突破道尔M1导弹防御系统 进入逊尼亚纵深 轰炸了位于土序边境的疑似和设施建筑 并成功沿路返回 整个过程完全未被续军防空系统发现 这场局势震惊的空袭背后是美军舒特系统的功劳 2002年为实现网络与电子战一体化而开发的舒特计划 能够通过敌方雷达天线倾注防空网络系统 注入欺骗信息和处理算法 甚至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接管指挥网络 此次美军谦虚地称赞 中国很早开始网络战与电子战的合二为一 无非是眼神耳目顺便向国会大佬抱怨 被设计忽视的空中电子战平台 诚然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 但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经典 特应人员对战斗力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中国军工在新体制雷达领域已走在前面 我们有理由相信摸透颜密的他们 一定会给我们新的惊喜 请打开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与虎妞真人互动 还要忘记精彩视频 不管你有什么疑问和建议 都可以和我交流 创作不易啊 别忘了点赞和打赏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